A.A.D. Youtube Youtube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A.D. 我今天要去古城76 順便試一下我昨天剛得到的相機 這個相機 捷克說呢 他很久之前就想要了 但是今天有點可惜 天氣好像有點�硬的 之前有去過76府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一個 非常大概76府裡面有什麼樣子的古蹟的話呢 歡迎點上方連結 其實到76府呢 我會鼓勵大家坐BTS到KEHA 現在非常的方便 坐到KEHA之後可以搭雙條車 只要8塊錢泰駐 下禮站就到了 我現在到KEHA了 所以我現在要去搭雙條車 讓我們看一下雙條車怎麼搭吧 好的大家 所以我現在搭上了雙條車 如果大家要去古城76府的話 你可以跟他講說B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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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會對你說 菜或是敗菜 但是基本上 這一台車36號就是去蒙波蘭的雙條車 只要8塊錢泰駐 如果大家真的不確定的話 其實四個人的話坐計程車也是還不錯的 因為其實沒有很遠 大概10分鐘以內就會到了 好 我剛才在這邊下車了 在路邊 所以我後面這就是蒙波蘭 古城76府的入口 其實我今天有點小遲到 所以也不是遲到 就是我搭錯車 搭反方向 所以我現在要趕快 跟我的朋友們會合 如果大家要到古城76府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先在K-look上面買票 只要400塊錢喔 外國人的話原價是700塊錢 有點小貴貴 所以大家可以從K-look上面先買門票 大概出發前15分鐘買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是到KK-day買票的話 會有一張平鎮 像是這樣的平鎮 然後呢 大家要到入口這個警衛室旁邊的 辦公室裡面先去換這張 這張就是入場的票 所以大家要先到這個 在警衛室隔壁這個入口辦公室 先去換這個 就是我們的票 跟一般的票可能不太一樣 對 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再到一般的售票處去 拿那個貼紙 他這邊呢 租腳踏車是免費 然後或者是坐像這種車 也是免費 但是這種車的話呢 只有三個點 他可以讓你下車和上車 然後也有時間 所以我覺得好像沒有那麼方便 如果大家要來玩呢 建議呢 租腳踏車 或者是租那種高爾夫球車 比較方便 那我現在要先去拿我的貼紙 這邊可以租腳踏車免費 這裏是古城入口 這邊有那個老街 可以逛 在衛生機 中火 我會讓你下車 在衛生機 進行 最多的 打開 那是 今天 他現在沒有進行 我沒有進行 我沒有進行 他就能吃 我沒有進行 这个 table是一些豆布进去 这的豆布 不要噢 豆布 那就是inar 就是丁组 α naive 有子 Oklahoma 是吧 是吧 已经给了水 他不飲披霧 噢 米隆德里 我先到了一個金色的寺廟 它好像是那個三頭像的廟 應該是 哦 這邊有一個語音 但是我沒有租語音 因為我是跟那個我們老師一起來的 大家到這邊可以租語音哦 Sawaddi Ka K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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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 K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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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吃的 我可以吃的 真的,這可以讚!要夠大片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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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吃注尸 - 想吃注尸 - 想吃注尸 - 你可以吃嗎 - 想吃 - 吃注尸 - 如果是辣椒 - 以後可以吃 - 我們可以吃 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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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 bar 面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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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